莫拉克风灾后 高雄贾仙区从繁华的山城变成了空城 到了晚上黑漆漆的街道上 唯一还亮着灯的是一家牛排店 老板就开玩笑的说 自己是贾仙市区唯一的夜店 但是就算是夜店老板没有观光客 生意还是很难维持下去 于是他晚上煎牛排 白天也得另起炉灶增加收入来源 由于贾仙栽种许多梅子树 老板就用梅子树枝熏烤放山土鸡 至于烤炉更是特别 是利用废弃铁桶改装的 不锈钢筒子烤出来的梅子鸡 外皮酥脆 肉质鲜美扎实 获得了顾客的喜爱 这位坚守家园的贾仙栽名说 只要有心 就算是垃圾桶 也能变出黄金 垃圾桶正在烧的不是垃圾 这神奇的垃圾桶 可以烤出美味梅子鸡 这就是垃圾桶鸡 用梅子树烤的假仙烤梅子鸡 鸡腿沾些酱汁 老板德哥太羞忙着把全鸡大卸八块 客人已经口水直流迫不及待 我边剪 然后大家就过来夹 大块朵鸡 笋指回味 皮脆肉嫩的梅子鸡 是高雄甲鲜独创的好滋味 前一团刚忙完 德哥又要赶着下一团 它的肉质很弹牙 然后在吃的时候咀嚼 会散发出梅子的香味 那我觉得这个师傅料理得很好 它的那个鸡汁的精华 也都有那个沾酱 可以把那个鸡的味道再提升出来 很好吃然后很甘甜 很香 那是我第一次吃 第一次吃这样的方式 就是用那个梅子的那个汁干 下去烟熏的 尝起它的肉质怎么样 鲜嫩 甜美 多汁 梅子的真的很棒 外面吃不到 外面吃不到的梅子鸡 是在贾仙山上放养的 德哥挑选的是体型较小的 古早鸡 如果要分享的人数较多 就会改用较大只的竹北鸡来熏烤 他们吃的是芭蕉叶米汤玉米等食物 跟一般的肉鸡三个月就要送进屠宰场相比 贾仙山的放山鸡要在山上跑上六个月 才够熟成肉质肥美 冷冻鸡的话 它肉会破破 会比较老 这种肉质它有弹性 会Q 然后它的油分比较多 如果烤出来 它的水分油分比较多 肉质比较嫩 比较Q 比较弹性 烤梅子鸡绝对不可少的不是梅子 而是梅子树枝 德哥带我们到梅子园来找木材 通常四月梅子开花熟成后 就可以巨树修剪脂干 在山上德哥还说了一个传说中的梅子鸡故事 这山中的烤鸡因为梅子树香造就了独特的风味 二十多年前一传十十传百 家家户户都会烤梅子鸡 现在烤鸡的人少了 这些别人不要的梅汁 在德哥眼中可都是宝 为了保持一整年都有梅子树枝 不会断货 而且要保有梅子树的湿度 德哥突发奇想把木材冰在冰堂里 人家的冰箱是冰鱼肉 我的冰箱是冰树枝 冰过的树枝还可以看到外缘较为湿润 颜色较深 德哥用木炭和梅汁来起火 甲鲜的梅子鸡其实烤的方式跟汤鸡很像 只是这个汤很醋丽 是一个要价两万块贵桑桑的工器垃圾桶 冷风在土石流就把它吹倒了 然后有经过 经过想说 这不锈钢的 这很好 可能就是不是我们 就是坐那边在工地工作的那些工人 就把它捡回来 然后这个东西又是工物 它要卖的话 它心里也毛毛的 因为甲鲜整个都在烤梅子鸡 想说这可以改装 就稍微把它改装一下 捡一下脚 这个盖子把它稍微做一下 就变成烤鸡桶 甲鲜人不但会废物利用 还很有创意 垃圾桶清洗干净 改一改 底下挖洞烧炭 之前甲鲜还有五六个这样的垃圾烤鸡桶 但是邻居好友借来借去 有借无环 借到现在只剩下这一个 为了让垃圾桶的温度快速升高 还出动了秘密武器电风扇 增加炭火的热度 而同时间 德哥快速将鸡肉处理好 一边帮鸡按摩做SPA 一边抹上薄薄的一层烟巴 就可以放鸡上去了 北深小的鸡肉在热烘烘的垃圾桶内 鸡之们在烤箱里享受三温暖 德哥在外面煽风点火 控制火候 让他们淬炼成黄金烤鸡 看一些长辈开始烤 那我们也试着烤 就是经验 就是烤几次之后就知道 煤角在哪里 因为这火很重要 所以我一直在这架就是这样 火不能太大 也不能没有火 大概要烤多久啊 差不多要一个半钟头 人都不能离开 人不能离开 对 火一大的话 只要几秒钟 整只鸡就变黑的 变黑鸡 就黑掉了 吃过几只烤鸡鸡后 德哥慢慢地学到教训 再也不敢一边烤鸡一边聊天 只能专心地跟鸡搏感情 梅子树的话 它湿的烤出来 它会出它的梅子油 那如果干的话 它不会有油 所以说要让半烟熏的方式 让它油逼出来 然后熏到鸡上面 这样吃起来有梅子的味道 眼看火又要大起来了 德哥赶紧加水降温 而垃圾桶面积不大 最多一次只能烤两只 一天最大的产能只有12只 烤到七八分熟 烤鸡外表看起来金黄酥脆时 就得翻面 一方面要让正反面均匀受热 一方面要让鸡油留在肚子里面 火大的时候就要加水 就火不能太大 那火为什么会大 就是上面的鸡 那个鸡油滴下来 火会大 就表示这两只鸡很肥 肥美的鸡汁出路前 德哥先调好酱汁 酱汁也是简单到不行 一颗柠檬榨汁 几匙胡椒盐 加上原汁原味的鸡油 现烤现吃的梅子鸡 不用太多的调味料 最能吃到鸡肉的甜美滋味 白天与鸡为伍 晚上德哥变得很牛 要买一杯 要 我们后面变加了 好 德哥的牛排同样不添加过多的调味料 只要食材好 原味就是美味 它的鸡肉是厚 比较厚 那厚的话 它煎的时候 它的油脂还保存在里面 而且我在咬下去的时候 就是比较滑润的感觉 所以我们的鸡肉好吃在这里 而且那个鸡肉的味道 因为我们这里没有用酱汁 就是它只是撒一些玫瑰盐而已 就是我就是喜欢这种很单纯的味道 要几块 三块 食物最单纯的美味 其实是德哥回家乡之后 才找寻到的 年轻时曾经在北部经营电信业 后来在高雄闯荡经营超商 店内琳琅满目的商品 盘点管理虽然难不倒德哥 但是在繁华的大都市待久了 家乡那一份单纯美好 总是魂牵梦营 回到甲仙就开始煎原味牛排 一到晚上七点 甲仙街上几乎所有的店家都打烊了 只有德哥的店还打亮着灯 人家都叫我是甲仙的夜店 因为晚上就剩下我跟Seven了 那为什么那么辛苦啊 没办法啊 因为甲仙现在就是八八放灾过后 就是人潮就比较少 所以你没有煎着卖的话 不行 我这就抹只抹盐巴而已 什么都没有抹 什么以为梅子鸡是用梅子酱去烤 完全没有 就是抹盐巴而已 晚上开牛排夜店 白天早起烤梅子鸡 德哥让过去猎人最爱的野味 现在是甲仙最特殊的风味 有些时候相爱的两个人能共苦 却未必能同甘 高雄这对夫妻白手起家 努力拼出了一间餐厅 但是餐厅的生意越来越好 两个人却因为工作越来越疏离 还好丈夫及时挽回 修补了婚姻关系和美味关系 祝你生日快乐 桌上的下蛋爆开的那一刻 庆生的欢乐气氛达到高潮 泡那里藏着美味佳肴 让人视觉味觉都满足 来几次下几次的 非常有趣啊 聚餐的好场所 我觉得肉非常的嫩 然后里面的鸡汁非常非常的饱满 然后会让人觉得 好像不是吃烤过的鸡肉 很像是鸡直接出来 你就吃生鲜的感觉 我觉得很难形容这种 我外面很难吃到 穿梭在餐厅里招呼客人的 就是老板施家镇 亲切又具有喜感的他 常常让餐厅充满欢乐氛围 一般鸡胸就是最干最采的 我们的鸡胸眼睛闭起来吃 你以为你吃到鸡腿 能够让鸡胸长起来像鸡腿长出的是 施家镇的岳母慧琴阿姨 她曾经在知名风景区的土鸡城当主厨 如今在秘密基地里为了女婿撩肉皮 背景阿姨把鸡汁清洗干净 去除杂毛 在腹内灌入酱汁轻压按摩 酱汁是用胡椒粉盐巴 以及独门配方调制而成 放入澡盆里浸泡三小时 在里面用这个汤内浸泡 这样这汤液的味道 要有这道具吗 这就要三点钟以上了 带鸡汁吸满汤汁 再来黄袍加深 抹匀姜黄粉 里里外外用天然的辛香料 增色 增味 接下来烤箱里的TRX悬吊训练 要让肉质更加升级 这个鸡汁是我自己想想想 来用这样有汤汁的 我们用这个时候 哪有汤汁多多 自己吃的 我们就要自己试吃 完工试吃 这也吃得害怕 试吃了无数只鸡 口味终于不GG 研究出口感绝佳的风味还不够 爱搞创意的施家镇 还在火烧鸡上桌时 加入视觉饗宴 给你上我们的招牌料理 火烧鸡 他会先用那个58度的高粱 他那个皮烧得更脆一些 然后那个吃的时候 连那个鸡胸都非常热 很像鸡腿 其实世家镇开餐厅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岳母的好手艺 但一开口却被骂到 差点打消念头 我中午不够骂 你才不骂 你都没见过我的东西 你帮你黑白拌什么店 你是要煮的 你自己去煮啊 因为我丈母娘真的脾气不是很好 所以我说拜托一下 我正是要开厅厅的 我们开个会一下 我先过来一下 施家镇说自己从小就很有生意头脑 但是家里太穷 没有资金 很会算的他 想到用别人的钱来赚钱 从广告A1做起 他和老婆结婚生子后 就开了广告公司 他在小办公室里土法炼钢 买了电脑文案每边一手包 和老婆一边养小孩 一边做生意 走过草创艰辛 想一想只有开广告公司 就可以去帮人家做生意 而且不用花我们自己的钱 如果成功了 大家就会感谢我 如果失败了 不好意思 要花他的钱 不用花掉我的钱 施家镇大多的客户都是餐饮业 他发挥创意 帮忙行销企划大途输出 但很多业者呛他 根本不懂餐饮 很多人就说 你们公局不好 你们做公局的 把家里去嘴 可以做公局而已 你们都不知道 我们做餐厅多难做 所以你们都好笑的 不好的 所以我每次都被讲这种话 我真的闷爆了 就闷了一两年 到最后我就决定说 好 我一定要来开一间餐厅 下定决心跨航后 锁定理想餐厅店面 但房东一直不肯出租 施家镇发挥了死缠烂打的 广告业务精神 两年被挂六次电话后 房东终于点头 而丈母娘的好手艺 经由报章媒体的加持 火烧机的生意越来越好 但就在这个时候 婚姻烧出了问题 第二年的生意 就是已经到达巅峰了 就是我们第一年 大概三倍的营业额 所以那时候 大家就叫我 叫久了 我就以为我真的是个 第一次开餐厅就赚钱 石家镇越来越飘飘然 交际应酬多了 从18岁开始相互扶持的夫妻俩 因为工作量分担不均 两个人越走越远 就有一次我们朋友来找我们聊天 然后我就是过去跟他 跟他打闹 就跟他打肚子摸手 他就突然给我这样挥手 你不要这样做伤口 我就其实很受伤 我觉得说 就觉得那瞬间 很多委屈都起来了 我觉得说自己那么辛苦 怎么你会跟我讲这种话 在一起二十多年来 教养小孩 婆媳关系 还有工作压力 让苏文玲的委屈瞬间爆发 藏了好久的离婚两个字 终于说出口 两个人的关系就一直在倒扣了 对 扣到最后 我就跟他说我要离婚了 我要放弃 我不想要撑这个家很累 徐家政还没有意识 自己的行为偏差 已经深深伤害到家庭关系 妻子离家出走 让他仿佛从天堂掉到地狱 记得我最痛苦的是 我从餐厅回到我们家 大概差不多是五分钟的路程而已 那一段路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一段 苦路啊 我每次要下班的时候 到回到工作我就一边开车一边流眼泪 以前和老婆开开心心 现在一个人孤孤单单 石家政决定改变自己 追回老婆 在母亲和教会朋友的穿针引线下 十个月后两个人破镜重圆 妈妈其实你很笨耶 为什么嫁了两次老公都同一个人啊 对啊 而且他没有对你多好这样子 又没有很帅又变得那么肥那么丑 夫妻同心合力经营火烧鸡餐厅 没想到这把火越烧越旺 甚至烧掉了夫妻情分 还好危机就是转机 前夫变回老公 身形也许变了 只要真心不变 都是重新来过的契机 台湾的眷村保存的 不只是一个大时代的历史文化 还有融合大江南北的好味道 在许多人的心中 眷村美食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取代的 像是左营眷村的桂花烧鸡 开店四十年来逢年过节 每天可以卖出上前支 当年老板的父亲走得早 母亲为了养活四个孩子 就把山东的家传手艺烧鸡 做出来卖 还特别用桂花来提味 果然让眷村同袍 边吃边想起了家乡 现在老眷村已经拆掉了 改建为国宅 老板兄弟 还是守着老店 守着父母传下来的家乡尾 哈喽 今天要什么 两支 要不要切啊 一包包两百多块 怎么会太多 一大清早兄弟俩就忙个不停 一个在屋里 一个在屋外 问两人卖的产品有什么差异 哥哥打趣的说 他专攻两只脚 卖的是烧鸡 至于弟弟 竟是四只脚 举番猪牙牛的 都可以变成乳菜 不过卖的品相不同 却都是三冬级妈妈 真传的功夫菜 在台北吃不到的味道 其中光是烧鸡这一味 就已经飘香四十年 因为它有病 这个东西重点是它冷的热的冰的 它都一样好吃 因为它骨头都有味道 尽管左营眷村改建成 移动又移动的国宅 但陪伴成长的滋味还在 因此老顾客总还是继续的 寻香而来 妈妈就开始买了 没有 她在另外的左营的店 我们也去买 对 为什么一次再次会上瘾啊 你因为觉得好吃就要上瘾了 味道好就可以了 都现做的很新鲜 然后口味又很好啊 住在郡村就是军人子弟 那现在改建成大了以后这么多年 反正加入各式通婚啦 反正就好像本省外省通婚 再加上现在有很多外籍新娘 像联合果一样 眷村产出的烧鸡味尽管再怎么移 还是经得起岁月考验 原因就是手工制成 工序依旧不变 用糖的话它会变成斑点嘛 你用纯的蜂蜜下去 它的皮会比较脆 而且它的颜色会比较均匀 每一只鸡进到油锅前 总要先过个蜂蜜水 刘妈妈年代如此 儿子刘以安接棒后 也是乖乖照做 蜜过糖的鸡立刻下油锅 刘大哥说 一只鸡里面有三分之一都是油脂 因此利用以油逼油的方式 来让它瘦身 一方面它不会油腻 对 一方面我们的东西是造成 不可能是秤油给人家 看起来大概就是它已经金黄了 大概油都逼出来 我们不会把它拿起来 温体机炸过后传出阵阵香气 但刘大哥说 油炸并不是做出好吃烧鸡的关键 重点反而是这一锅成年乳汤 这一锅汤我想可能几十万只鸡 都泡在里面过吧 四十几年 那它的汤 你冷了以后它会变成冻 像一个鸡精一样 所以它的浓度很高的 一般在家里做 可能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味道 一只只鸡静置在汤汁里 像是分分秒秒 都在味着有如黄金的乳汤加码 不止鸡汁精华 不时还要加进乳包天味 内容物除了干燥桂花外 还有二三十种独家蜜脂中药 一般的卤鸡它是没有浸泡的 烧鸡一定要有一个浸泡功夫 它的骨头也有味道 但是外表是一个完整的形状 冬天和夏天静置时间不同 短则十几个小时 长则一天以上 时间累积出卤汤 卤汤又淬炼出烧鸡 这也难怪 一般家庭是做不出这样的口味 就像我们现在在铁路有便当吃 可是以前在他们在交通的这种火车站 就很多人去卖荷叶包起来的一只小烧鸡 他们是夹着馒头 对 就带着饼馒头 因为生得很烂 然后抖一抖就是光把那个 掉它的肉夹烧饼 夹完就很匆匆地在旅途上面吃的 当年军人父亲因病早逝 刘妈妈为了抚养四个小孩 于是在眷村自家的院子里 将家乡味煮来卖 从半只卖起到一只百只 渐渐地口碑传开 不止君君们一再上门品尝 香味还溢出大高雄 最高一天都卖到上千只 那你没有办法做出来 所以我们这两个月 已经要开始存半成品 半成品来到最后 就是都一直煮熟就可以了 哥哥卖烧鸡 弟弟刘以定 则以卤菜打下知名度 因为我们东西本身其实都会有味道 我淋上汤 只是让它觉得说 看起来不要说干干的这样子而已 口味不重的客人的话 其实你什么都不要加就很好吃 我们没有再加什么蘸酱 酱油膏 沙茶酱 什么九层塔 这些服用 因为那种是一般 就是比较简单 加热卤味的做法 一群东坡肉制作技巧的五虎蹄庞 功夫火候到了极致 通常一斤入锅 出来已经只剩半斤 而滷到超级入味的牛腱 总是最早被买光 尤其是遇到自家老韬 这是我二姐 她刚从美国回来 二姐 她是这样 拿烧饼 对 一个夹牛肉 一个夹牛肉 我们这边有型的吃法 拿烧饼夹 夹我们的卤菜 非常好吃 二姐 这是你的 想念的家乡味 在美国生活 四十几年的二姐 只要回到高雄 一定要吃到这一份 客制化早餐 早餐是有点丰富 我没有办法 想了很久了 你还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一份丰盛的早餐 你就去买一个烧饼 然后来 她就把她的酸菜 葱 牛肉都夹进去 你不会比这吃过 更好吃的牛肉夹饼 刘宜定说 她制作卤菜的原则是 一个品项一个锅 别说牛肚和牛腱要分开 就连海带和豆干 也都要个别知道 因此每样卤菜都各自精彩 这样一份要多少钱的早餐 我不晓得 我叫它记账 应该是自己来讲 Priceless 就是无价的意思 这是记账的 所以我无所谓 卤菜飘香 烧鸡入味 兄弟俩传成妈妈的山东味 咸度因为入境随俗 降低不少 倒是卤汤越来越浓 浓到已经紧紧拴住 陶客想吃了心 然后有时候还要排队 然后早上来的时候 都买不到还要再等 然后她一定会用到好好的 然后再喝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